嗨 大家好 我是小五iPhone14 据说今年9月份会如期发布 那么作为苹果粉丝的你们觉得今年的老款机型会跌价多少呢 欢迎评论器一起讨论 今天呢还是跟晚常一样要去市场挑机器了 手上这台苹果12破罗麦克斯也是一位浙江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 无所256g外观城市呢95成新 目前市场行情也是在5500左右就能入手 机器外观城市呢也是比较不错的 屏幕完美 没有磕碰划痕 电池效率呢也是90以上 续航方面 苹果12破罗麦克斯采用的是一个3687毫安 续航待机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屏幕呢 采用的是一个6.7寸的欧赖的屏 配上a14的处理器 不论是日常应用或者游戏使用呢 都是非常巴适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无所的13破罗麦克斯呢 也是一位广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无所256g95成新 目前市场行情差不多是在7900左右就能入手 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电池效率100充电次数也是比较少的一个机器 屏幕方面13破罗麦克斯采用的也是一个6.7寸的ol 异地屏支持120赫兹的屏刷新率 屏幕触感以及显示效果都是非常不错 芯片呢 搭载的也是一颗a15的处理器 后置1200万长焦以及广角镜头 续航电池容量也有4352毫安 并且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3000左右的预算 又比较喜欢曲面屏的机器 那也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华为妹的三菱Polo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这台也是一位陕西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5G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支持5G网络 双卡双待 屏幕边上呢 也是采用虚拟音量加减 科技感满满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53寸的曲面 刘海瓶后置4000万的像素 芯片采用的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深圳同城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mate20polo8加128 市场行情呢 是在18左右就能入手 品质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外观成色可以达到一个98层心 屏幕方面mate20polo采用的是639寸的双曲面 二位楼一地屏 麒麟980的处理器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2000多的预算 除了华为mate30 我们手上这台nova8也是一个性价比比较不错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8在128 目前市场行情是在25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方面采用的是一个麒麟985的处理器 6.57寸的双曲面屏 性能不用担心 握起手感也是非常的巴适 后置呢 采用的是一个6400万的像素 那日常生活使用个两年左右这款机器 性价比依旧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手上这台也是云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mate30 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是在2900到3000左右就能入手 预算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 可以考虑4G版本或者5G128的256G这种大内层比较适合用个两三年三四年 mate30芯片采用的也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 打游戏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误触的一个情况 配上4200毫安的电子容量 不论是日常生活应用 以及游戏使用体验都是非常不错的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洛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那本期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强北淘鸡视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